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小妹妹来自柴静的故乡山喜 而后女神又拿出一连串数据表示 不知老娘的家乡如此 你们的家乡也都很惨 所有城市的惨都表现在 中年被雾霾包围不见天日 这样的生活当然是不幸福的 甚至说挂就会挂掉 为什么? 柴女神亲自参与了北大的实验 不信不行 因为人家用适时说话 和焦点访谈借口号大招呼了吗 实验数据表明 雾霾中的粉尘和割力 对人体会造成极大损害 中国前卫生部部长经过测算发现 因为雾霾过早死的人有五十多万 柴女神拿出的数据 惊呆了一票现场观众 我们到底生活在地球还是垃圾场 简直喜思极恐有没有 柴女神替大家说出了心声 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 我就不想这么活 女神研究数据呕心力血 认为我国的雾霾都是烧煤和燃油造成的 那我们国家到底该怎么搞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少烧煤少燃油 多关厂子少买车 这不挺好解决吗 为啥雾霾还是没被摆平 女神又总结了 因为法律存在漏洞 相关部门没有实权 就业形势不允许 公民缺乏环保意识 说到底理想总是很丰满 物奈现实太骨感 我们原本不造 环保部门竟然处在一个 有义无没权力的尴尬位置上 我现在就张不开嘴 我怕人看见我没牙 你环保尴尬 我会尴尬在这吗 难道我们没有机会战胜雾霾 完成议席吗 不 女神的光辉普照大地 手里没点正能量 怎么敢一统公知界 柴景终于表示了 政府在努力 习大大在努力 转型发展指日可待 蓝天白云就在前方 纪录片已尽结尾 柴女神作为一个普通妈妈 再次表达了对孩子深深的爱 而这份爱不断扩大 让现场观众 以及所有人的心 一起很很柔软了一把 小朋友老人病患者 他们是雾霾最先攻击的脆弱堡垒 而慢慢的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这场 铺天盖地的雾霾攻陷里沦陷 纪录片会结束 但对雾霾的关注和治理 不应该结束 政府如何还人民片蓝天 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